好,那各位同学,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这个机器问答question answering方面的相关内容 那么我的这个总的目录是这样的 首先我会对机器问答这个领域做一个总体的介绍 然后我们在这个这次课中主要是介绍两个类型的机器问答 第一种是阅读一节相关的任务 第二种是开放语的问答 首先我们的背景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机器问答呢 我们就是如果有前面向孙子同学介绍那种比较智能的搜索系统 我们我们就可以去搜索一些相关的文档 但是呢就是如果没有问答系统 我们就需要在去那些相关的文档中呢 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这样呢才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呢这些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那么容易去找到的 它可能需要你去进行多次的搜索 去综合多篇文章 然后再自己去进行一些推理或者推导 然后这样才能找到你最终所需要的答案 这样这时候就是我们我们的这个机器问答系统 它发挥作用的时候的就是由这个机器来代替我们人类去从这些检索到文档 或者说整个的这样一个知识库这样一个互联网的大的资料库中去去进行检索 以及推理的过程 然后把最终的结果返回给大家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只需要去问机器一些问题 然后就期待机器会返回给你一些返回给你正确的答案 这就是这个机器问答它的意义所在 机器问答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比如说像现在的谷歌搜索眼前就像刚才孙思同学的那个演示中所展示的一样 它其实也是集成了一些智能的机器问答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直接在这个谷歌中去搜索20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谁呢 它就可以直接返回给我们这三个人的三位物理学家的名字 而不用我们去比如说诺贝尔奖的官网 或者一些新闻报道中自己再去找这些科学家的名字是谁 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答系统 然后它相当于说是可以从这些文档中去找出一些相关的信息 然后把这些信息抽取出来呈现给大家 那么在另一个非常有名的机器问答系统 就是IBM开发的Watson系统 它其实是一个基于知识库的问答系统 而它为什么有名呢 则是因为它参加了 在2011年参加了一档 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智力竞赛的节目 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 什么智力快车呀 什么非常6加1呀 那些对幸运52那些节目 然后它在其中呢战胜了两名当时最顶尖的人类选手 也就是说呢 它在和人类的顶尖的这个选手在同台经济的时候 是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的 也就是说它能以更快更准确的速度 然后来回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 但是这些支持它的其实是它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知识库 也就是说主持人问的问题 如果是在它的知识库中呢 它就可以通过在知识库中去进行检索 然后找到对应答案 然后再把这个答案返回给大家 这个其实还是缺少了一些智能化的系统 也就是说它其实更像一个信息的检索系统 如果主持人问的问题正好落在它这个知识库里 所包含的内容上 它就能回答 但是如果超出了它理解的范围呢 它就不能够回答 所以说它还并没有实现一个真正的智能化的问答系统 那么我们现在所用的 比如说我们在各个手机上或者电脑上 所使用的各种的智能助理 他们其实也内置了很多的机器问答的系统 比如说苹果的Siri 像Microsoft的Kartana 以及亚马逊和Google推出的一些智能家居 它的一些智能助理的系统 也都可以执行一些比较简单的问答任务 我们可以对它去进行一些发一些指令 比如说让它去帮我们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发短信啊打电话 或者查询一些信息 比如说查询晶片天气 以及查询一些篮球比赛或者足球比赛比分 他们都能够比较轻松的去办到 这样也就能够让我们节省很多的成本 去自己去操作这些东西 机器问答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渊源的 这样一个相当于是应用的一个领域 早在1960年 其实就有一些研究人员去研究机器问答的系统 当时是主要是基于一些模板 然后开发的一些专家系统 也就是说通过专家 对一些问题才写出对你的答案 然后再把这些问题呢 输入到电脑中 然后再如果后面有人去咨询这个电脑 一些就是专家已经写好的内容呢 那么这个机器就可以通过这些模板去匹配 然后去给出这些专家已经写好的答案 在这时候呢 这个机器其实只是起到了一个存储 或者说记忆专家人类知识的一个作用 它并没有一些 比如说用学习的方法 或者说记忆的学习的方法 然后来去进行一些智能的问答 然后到了90年代呢 其实这时候最兴起的是基于信息检索的问答 因为当时互联网的兴起呢 带来了很多所有引擎 然后这时候呢 就像刚才的谷歌所有引擎那样 就是机器可以去通 可以通过在这个互联网的文档中去进行检索 然后返回相关的一些文档 然后去完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然后再到了2000年 2000年左右呢 其实这个社区问答是兴起的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什么百度之道呀 或者现在的知乎啊 其实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问答 只不过在这里机器充当了一个平台 我们在这些平台上去发布一些问题 然后会有感兴趣的这些专家 或者说是爱好者呢 去为我们回答 然后在后来的人呢 在搜索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这些答案 而不是还要自己从这些互联网的文档中去 去自己找这些答案 其实这里面呢 机器就起到了一个载体的作用 然后到了2010年以后 机器学习兴起以来呢 这种机器的智能问答 是得到了更多更广泛的关注 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IBM Watson系统 以及这个非常流行的Wallverman Alpha 它们其实都是基于一些知识库的问答 也就是说我们预先定义好一个庞大的知识库 然后我们再去问它问题的时候 这些问答系统就可以在知识库中去寻找答案 这些其实是方便我们能够直接得到回答 而不用我们在知识库中自己去寻找答案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革 而在我们现在呢 其实是要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智能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大模型能够自己拥有着更多的知识 然后它能回答更多种各样更复杂的问题 然后甚至说在以后 它可能会去解决一些人类无法回答的问题 比如说做一些科学研究 做一些探索发现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未来对机器问答的一个期望 那么机器问答在机器学习这个领域呢 可以有很多种分类 然后这里面我们列出了四种主要的机器问答的类型 第一种是机器阅读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给机器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让机器去阅读这个文章 然后根据这个文章提出一些问题 让机器去回答 这个也是最简单的类型 然后第二种就是开放域的问答 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相关的文章提供给机器 我们希望这个算法它能够自己去搜索 然后阅读相关的文章 然后最后去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这个相比于上面来说是难度更加提高了 然后在第三个是基于知识文章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IBM Watson 或者Warframe Alpha的系统 这里面就是我们会去基于一个知识库或者知识图谱 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 作为我们的这个证据库 然后我们让这个机器问答系统 在这个证据库中去进行检索相关的知识 然后进行回答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对话时的QA系统 也就是在前面所介绍的像智能助理这些 这样这种需要这个机器问答系统 去理解一些上下文的内容 比如说我先说我们 比如我先说我要查询一场比赛比分是什么 然后机器可能会去寻找这个比赛的比分 然后我接着问 我接着问某一个球员他打的怎么样 然后这时候这个我们就希望机器问答能够理解 我说的是这个球员在这场比赛中他的表现如何 这样呢其实就能够就能够起到 就能够像我们人和人之间正在对话一样 就是他有着更高的智能化的程度 然后在我们的这节课中 我主要去介绍前两个 也就是机器阅读理解 以及开放预问答这两个领域的内容 然后关于下面两个领域的内容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行的去寻找 相关的文章去阅读 请不吝点赞订阅